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 第一次 第一次在台灣 因為之前我在國外唸書的時候 有看過這樣子類似的表演 我覺得真的是很震撼 而且我覺得他們就是 可能就是短短的兩個小時的演出 可是呢 容納了音樂 還有很多的創意在裡頭 好 謝謝 第一次呢 非常的期待 就是說對他的了解就是說 把生活當中的破蟲爛鐵 任何的聲音變成最美麗的樂音這樣 那跟浩小翔也有點像 把這兩個臭魚爛蝦變成一種歡樂 開心果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算是來取經啦 對 交流 交流嗎 交流交流 對 是這種感覺 有啊 去韓國啊 亂打秀 對 也是跟這個很像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 叫BBOX 就是用BBOX然後串整個的表演 也是非常的精彩 對 阿翔後面要計畫要再生一個小孩 不是計畫要生一個小孩 已經懷孕了 確定嗎 確定就是確定的 好 確定也要生 有嗎 有有有 要把它生下來這樣 那沒有啦 當然說 主持工作繼續的保持下去 然後也接觸了兩個電影這樣 我想明年都會再上映這樣 嗯 嗯